水壶转第九十一回 宋功名宾渡黄河 卢俊逸转成黑夜 这说戴宗在酒店 偶遇一个工人 见他慌慌张张 竟然说出了一件大事 原来河北田虎作乱 侵略周县 如今盖州已破 魏州岌岌可悲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 柴近在元宵夜闯黄城 看见屏风上写了四大贼寇 这四大贼寇当中 宋江如今是洗白了 其他三路可都还泛着朝廷呢 这河北的田虎 原是威盛州庆元县的一个猎户 当时呢 河北水汗灾海频繁发生 百姓流离失所 人心思乱 田虎趁机揪积众人 小聚山林 论里这田虎是个草头军 如何能与正规军相提并论 可是宋代的军队早就懒头了 像是宋徽宗时期 南方的很多部队 花名册上写着有一万人 实际上连两千人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剩下那八千人的名额 都被军官给贪污去了 你想想 一个人的军饷 一年也不少钱粮 八千人份的钱粮 那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呀 军官们靠着吃空想 发着国家的财 可是该他们追讨贼寇的时候 脖子往后一缩 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所以自从田虎作乱 就所向披靡 打哪哪投降 到了宋江出征之前 田虎就已经拿下了五个州 分别是威盛 敦阳 昭德 晋宁 还有盖州 田虎自己呢 再分扬建造王宫 还自封为晋王 那这么说起来呀 其实田虎和梁山好汉 还是有些类似的 都是官逼民反 不同的地方 在于田虎自立为王了 可是宋江却是 一门心思要招安 不过也正因为 梁山好汉和田虎 有一样落草为寇的基因 他们更要和这田虎 势不两立 在朝堂上 才更好立足呀 所以宋江听完带宗汇报 果断联络宿太尉 主动要求去逃伐田虎 天子当然是开心 那菜经高求 也正愁没人 给朝廷卖命 当然也不会反对 于是宋江带上 原班的征疗人马 再次出征田虎 当下宋江带着军马 渡过黄河 来到军情最为紧急的 魏主前线 田虎正派部将张祥王旨 进攻魏州的徽县 沈安 另外一个部将秦升 进攻魏州的另一个县 武射 那距离魏州最近的田虎据点 就是盖州 由纽文中战手 那收集到这些足够的军事情报 宋江回来 再和吴庸商量 吴庸 思索再三 打算来一个 唯唯救赵之计 因为地图上显示 陵川这个地方 是盖州的战略要地 若围攻陵川 盖州就非常危险 那么魏州的围困 自可解除了 卢俊逸自告奋勇 说要带兵去陵川 等他走后 不用卫补先知一般的 做了判断 哥哥 交兵必败 田虎纳斯 打官军 一想是轻松取胜 卢俊逸此去 必然成功 可是 哥哥 现在还有个问题 咱们现在看的这破地图 实在是太简陋了 山川地形标的根本不全 有些还错 必须得让兄弟们 再去查探一番 就说着 燕青走上来 献出了三境地区形式图 吴庸展开一看 天哪 这简直就是一幅 专业的行军地图 他惊问 燕青 你从哪儿得来的 疑问之下 原来 此图是那个 许冠中所赠 宋江无用 当然是感慨不已了 想待许冠中 不肯出来做官 却得事情了解得如此透彻 甚至遇见到了宋江 一定会来打田虎 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厉害 其实啊 这许冠中 可就是那 罗冠中了 因为水浒传这部书 主要作者除了石奈安之外 罗冠中也是参与了 把罗改成许 把作者放进书里去 现身说法 也表现了罗冠中和石奈安 作为作者 他们的选择和判断 在作者看来 当一个隐居的高人 许冠中 背后出谋策划 当然是最好 可是书中的宋江 卢俊逸等人 还得积极赢赢 去争取着每一场的胜利 却说卢俊逸领上兵马 已到凌川城外埋伏 凌川首将董城 审计耿宫 还没和卢俊逸怎么交手 就全军服务 这田湖手下败得这么快 当然是有原因的 只因他们所到之处 州府官军都是文风而逃 他们根本没有对手 以至于轻视所有敌人 卢俊逸可是刚刚争疗归来 经历了无数血渣 怎是那些腐朽的官军可逼 却说卢俊逸回营 释放了被活捉的耿宫 耿宫顺势投降 临川功课 再下一步 就是打盖州了 那有了耿宫这个降降引路 卢俊逸再次清取了高平城 那除了耿宫可以转开城门之外 卢俊逸在此意 也是做了精妙的部署 此时的梁山君 君种和职能更加细化 如陆战就有马军 步军两类 马军有五虎将 官省林冲 秦明 胡炎卓 董平 至于说步军也有十位头领 分别是 鲁智深 武松 刘唐 雷恒 李逵 眼清杨雄 石秀 谢真 谢老 两军正面对垒 马军在先 那要说到城投向战 伪装齐袭 那必然是步军争锋 所以在高平城一战 玉其林调派李逵等人 穿着耿弓手下服饰 砸在其中 更派了李滚 相冲的团牌手 护卫左右 那高平城首帝 张李肇呢 当然是不堪一击 卢俊逸的胜利 在无用的预料之内 而这边有了行军地图 无用的计划 也是更加周详 宋江令 官圣等人守卫舟 水军聚集守卫河 他自带所有军马 来和卢俊逸回合 要正式攻打 改周城 战士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咱们下回分解 dead 正 oils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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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